中瑶攀慧如卫生之大炒,昔日好闺蜜反目成仇 三例,东森周五怀剧资的时代今晚剧情来到最高潮 剧中中瑶被好闺蜜攀慧如卫生上总经理是踩住自己往上爬 甚至不惜为了升官,很心裁掉整个行销部门 但中瑶却满腹委屈大吼,我也是被逼的 潘慧如立刻反枪,被逼到可以当上总经理 两人抄架标记火药味十足 而小月,吴思贤,趁中瑶酒醉婚事时再次告白 我喜欢你,而且是男人对女人的那种喜欢 原本只想默默陪在中瑶身边守候 没想到却被中瑶听见了 到底今晚两人会有什么新进展也让观众好奇 金钟事后朱志盈在资的时代中的527剧情也备受关注 只见最新预告中朱志盈发现小三怀孕 首次反击步步逼近小三黄珍妮质问 当初不是说好进门可以,不能怀孕 而黄珍妮则无辜回答,我不是故意的 让观众气得牙痒痒,也让朱志盈终于保弃山黄珍妮巴掌 什么叫不是故意的?怀孕不是故意的? 抢我老公不是故意的?进我家门不是故意的? 没想到居然反被老公无定牵回了巴掌 然而这让人生气的情节并非虚构故事 而是真人真事改编,让许多网友惊呆 也纷纷期待这段黄珍妮婚姻背后的真相揭晓 剧中李运庆是演发品公司JB们的玩咖老板跟潘慧如之间叠对叠 却相互吸引了感情现精彩逗趣 网友都说最喜欢看这对CP了 其实李运庆也很认真揣摩角色 试图把玩咖演出深度 他说,我认为玩咖是很悲哀的 因为他们不再相信爱,没有安全感 所以不愿再掏出自己的感情 但玩咖还是会遇到真爱的 遇到真爱的时候,他就会得救 有趣的是,也有观众在网络认真询问 到底哪里买得到剧中的JB林 意外引发话题